曾經的太空爭鬥是美蘇 現在蔓延到中美了嗎 唐26號月球探測器 跟月球背面挖取中置了 來自月球 這個IP位置有點厲害 美國在各方面都說 中國剽測 但是航太工業啊 是中國獨立完成的 現在美國想要贏過中國 應該是很困難 將來全世界在宇宙上 只有中國一個太空站 而且歡迎各國親自 但是抱歉要學會一點中文 有人講哎呀 那只是搞太空啊 其他也不行 其他也是很行 像當年的俄羅斯 衛星升空 宏襲 用力 馬斯克的經驗第四是發射成功啊 那NASA的署長說 我們未來會展開良好合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王林就回答說 中國才開放態度 但是你美國有問題啊 你的沃爾夫條款啊 這就是歐巴馬政策 最近中美之爭 2011年美國就已經在太空方面 直接把你BAN掉 中美將來的競賽 民間裡民間 各有前舊 任務比政府 沒得比 沒得比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天呢 要來好好談一談 這個中美體系之爭 因為 這個體系之爭 似曾相似啊 曾經的太空爭鬥 不就是美蘇嗎 現在蔓延到中美了嗎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中字 很有意思啊 這是嫦娥6號月球探測器啊 登月之後呢 它去挖取的 而且這次很厲害的地方 是在月球背面 因為我們知道月球背面是潮汐鎖定 所以呢 其實它是沒辦法直接通訊地球 它必須還要加一個中繼衛星 所以它還加了一支中繼衛星 來做這個通訊 實施呢 所以地球操作 月球動作 這樣的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就看到 當時發射的場景 正在月球挖圖 嫦娥6號的微博開張了 為什麼呢 大家有看到 月球探測器 嫦娥6號它很可愛 來自月球 人家說 哇這個IP位置有點厲害 嫦娥6號呢 在6月2號3號啊 成功了在月球背面南極的 艾特肯盆地 用智慧快速採樣 那它也開了 它這個探測器的一個微博嘛 那網友大家說 哇這簡直是讓大家很驚艷 那它是一個擬人化的口吻 說這是我在 我拍的月背大圖拿走不屑 因為它之前還公布了 整個月球的地表圖 那這樣的圖案開採完成之後呢 留下那個中置 也是抑郁生長啊 所以呢 終在河南意味著很好很棒之外 引來大量河南網友的稱讚 老師這個登月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跟這個歷史的感覺啊 這樣子啊 就是美國在各方面都說 中國剽萃 或者說中國老闆 或者點點點點點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航太工業啊 是完完全全中國獨立制止 完成的一個大項目 就是完完全全 從任何一個動作到任何一個設計 到器材 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中國人 獨立制止創造 這個本來是美蘇 兩個獨佔凹頭的 甚至美國到的最後是獨佔凹頭 因為蘇聯解體了 只有一沒有二 那現在看得出來 中國在整個的航太的成就上 我們不要說已經操毀美國 至少美國想要贏過中國 應該是很困難的 那我請問 美國什麼時候也可以來個 夜球壁面的登陸啊 第二個 美國的太空站 什麼時候在設第二個太空站啊 很久沒有新的太空站 設滿吧 結束以後就是全世界在宇宙上 只有中國一個太空站 而且歡迎各國親自 但是同時抱歉要學會一點中文 因為上面寫的是中文 張子他們還抗議嘛 那奇怪啦 那你們美國的太空站裡面 用的是英文 也沒有考慮到日本人要上啊 也沒有考慮到中國人要上 也沒有考慮到俄羅斯人要上啊 以我為尊 你們必須配合我 我只有我 這就是美國 你們誰不配合我 通通都是我的敵人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他們完完全全在航台上 沒有辦法去收 對中國來收任何的收談到處 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必須講一件事情 不要比在什麼 不要再講什麼 就這麼一件事情 中國人的智慧 中華民族的能力 只要不去折騰它 它就有能力來創造一定的成績 不就是如此嗎 太空科技絕對是高科技吧 對 尤其台灣的1450們 那是高科技啊 那個不是太空玩具啊 所以 當然有人講 哎呀 那只能搞太空啊 其他也不行啊 其他也是很行 不像當年的俄羅斯 以前毛東講的句話是說 衛星升空啊 洪襲掉地啊 那當時 蘇聯就這樣子 紅色帝國也垮了 那今天中國大陸不要 中國大陸是 在整個國家的實力 為條件的基礎上 培養出來 推展出 它的航太工業 包含 今天的別斗衛星系統 是 將來是越來越想 美國必須面對的 因為你的衛星 是20年前的老後射 現在最新的後射是誰的 中國的 大家都必須去面對 當然 20年後 中國交道不進步 也有人國家會講一句話 中國如果講20年的 我都是最新的 是不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 那個20年後 要講這一句話的國家 還沒有出現 印度很想當 印度我們有時候 尊重他 尊重他 巴拉特 最近剛剛莫迪歐大選獲勝 對對對 獲得獲勝 那當然中國在太空的領域 就剛剛像老師講的 他其實 最大的追趕對象 應該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 確實在太空的 這個聲嚴是非常多的 尤其像是SPEC-X 最近馬斯克的這個 新艦第四次發射成功 而且他全部依照 原定計畫來完成 史詩辦成就 這每一次發射我都有跟 因為我自己太空名 我就想愛看這個 可以看到 這個火箭坐進去 太空去分離這一些 包括超重型 大家知道 他這個三十幾具 這個發射器 只有一具沒有點燃 所以看得出來 這是新艦是非常成功的 那這個馬斯克呢 也就總結了 這個是巨大的成功 但是大家就想要問了 在這個同時 中國登月成功 馬斯克發射新艦成功 其實還有波音的債人 最近也上去了 最近也上去了 雖然是一波八值 真的喔 而且花了新艦N倍的錢 對對對 但整體來講 看得出來 中美在太空上面的競爭 日趨明顯 但這個時候來了一個 零去秋波 也不論算零去秋波 應該說來了一個新的來紅 這什麼來紅呢 來 這個啊 記者問說 NASA的這個署長 這個Bill尼爾森 說長蛾六號月球計畫成功 你怎麼看呢 他說非常好 我們未來會在火星等領域 展開良好合作 雙方可以消除衝突進行合作 同時呢 中國增加太空對外 和保持合作歡迎的態度 那對此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蒙林就回答說 中美呢 航天合作呢 始終啊 中國其實是在開放態度啦 其實也曾經建立過 地球科學啊 空間科學航天合作等工作組啊 空間科 這個航空就是指我們太空站啊 那中美民間的對話其實 其實都是有的 還有火星啊 這些 但是問題是你美國有問題啊 你的沃爾夫條款啊 來給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沃爾夫條款呢 是由當年啊 這個弗蘭克沃爾夫所提出的 內容就是 Gins NASA啦 跟美國呢 的科技辦公室啊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進行技術交流 也不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聯合展開任何喔 Anything喔 就是完全ban掉的活動啊 這是在2011年的 由歐巴馬來簽署過關 其實就是歐巴馬政策 所以其實中美之爭 2011年 美國就已經在太空方面 已經直接把你ban掉 直接全部滾出去 其實過去聯合太空戰 就從來不願給中國上去 是啊是啊 而且不只說我剛才講過嗎 連學習都不讓你學習 你學習也沒有用啊 因為你沒有實習的地方嘛 剛才你講的這些 我倒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假如美國還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不是來自那個官僚體系 而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 你想想看 一個民間的馬斯克 對 他可以來做太空的活動 對 而且他的低戀衛星也是全世界最成功的 對 是吧 他不是官僚體制 他用民間的資本 民間的力量 平常心裡講 美國最了不起的 就是在這個民間的力量 我的意思是說 在美國 就是民間的力量 用民間的資源 他可以來成就 一個國家 應該要去成就的是 全世界只有美國 有這樣的民間能力 跟民間資源 這是美國最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這個了不起的力量 美國的官僚體制正在消耗它 我們要了解一個事情 人民是強大的 政府是不行的 這樣子的國家怎麼會進步呢 是 政府行 治理績效行 做的路行是對 在配合上偉大的人民 一定會成為偉大的國家 我今天講 中國大陸 有機會成為偉大的國家 來自於 它是一個有效能的政府 來自一個有目標 依照目標實踐的政府 再加上勤奮的人民 而且發展的人民 所以你看 互聯網 是美國創造的東西 中國把它發揚光大 對 光大得非常的好 所以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中美將來的競賽 不要跟我說什麼 民間裡民間 絕對雙方 各有千秋 政府比政府 叫做 沒得比 沒得比 香腸比雞腿 大小儲寸差很多 所以老實的意思是說 像這種沃爾夫條款 就是屬於美國官僚的國路 就整實自己的 而且是歐巴馬時代 就這樣幹 所以代表說美國的一貫政策 不管換什麼總統 對中國至少在官方系統上 是充滿抵制 是是 2011年中國人 還根本沒有威脅到美國 那個時候他們已經看出 中國在整個的航太上 已經有獨立制止的能量 OK 所以這個條款 當時設下來 大家就想知道 那中美到底是要合作 還是要進行 這個呢 講起來 這就是美國的霸道之所在 他們講 中美關係是該合作就合作 該鬥爭就鬥爭 是吧 這也是他們講的嘛 該合作就合作 該競爭就競爭 該壓制就壓制 所以 要如何的合作 要如何的壓制 要如何的競爭 哇 華盛頓收了算 你們是被動的 所以 你這個行動 我來跟你合作 你這個比我更行 我就壓死你 是 是這樣子 那只有一個東西 你就不斷的贏它 超前它 超前到像今天的 航太一樣 它就有一個選擇 要壓沒有用 你跑了100公尺 它在50公尺 看你的車尾燈 壓個幣啊 所以正好怎麼辦 慢一點 慢一點 我們來合作 所以 應對 像西方這一種 霸權的思維 只有一個方法 贏 就真正的贏了它 贏到它 只能看你的車尾燈 只能看你的那個 NP5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喊 暫停 我們來合作 或者 它會到前面 先攔下你的車子 哇 所以呢 這個 我覺得這圖就很生動 對啊 握手 兩個人面對面 但是到底是用力 還是輕浮 不知道 但是在這後面 我跟大家說 馬上呢 BBC啊 我就很佩服英美媒體 美國正面呢 它有一套論述 BBC從側面呢 這個它的 父子關係嘛 來 它就講到說 中國這個雄心勃勃的 太陽計畫 只是冰山一角 然後呢 你就看到它怎麼講 比如說所有國家 都有太空追求下面 很多原因都會最終落到 戰爭發展 及威望幾項上面 哇 直接定調了 然後呢 有的計畫是科學實驗 如嫦娥計畫 有的是經濟基礎設施 但其實它就是為了 增強軍事實力 所以根據 英國萊特斯特大學的 太空政策學者 這個鮑恩所說 那就代表說 中國發展天工 那 這不就是發展北斗 這就是為了軍事嘛 所以你看 中國軍事計畫 反衛星武器呢 過去及現在從來沒有落後 主要太空強國 中國領導人 在戰爭發展威望上的 復合利益 他們想要在內外威脅下 保持安全 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 在世界經濟中領先地位 通過各種成功的知名項目 來獲得政治好處的威望 所以最後還要總結 唐俄六號主要任務 不時登上頭條媒體 所以中國太空計畫規模複雜 在本國內外激起反響 很陰陽的一個說法 沒有 他說的是對話 不要把它當陰陽怪氣 這是真話 本來就如此啊 我的國家實力到了一個階段 日本不想發展精力嗎 這是被壓著嘛 就這麼簡單嘛 美國發展太空計畫 不想變成精力嗎 那他怎麼沒去檢討美國 不管嘛 所以他講的是真話 我們不需要把這個 當作是陰陽怪氣 把它當作是真話 所以我就有一句 更真的話 要贏就贏得前面一點 他只能在後面 呦呦呦 就這樣子而已嘛 在太空計畫 英國的BBC 只能 B B C B E F 永遠不會A 所以他只能去發這種文章嘛 美國還有機會說不行 我要超越你什麼 對 你現在搞A9 我要搞火星 但是話講的就來 英國行嗎 英國是不行的 所以不行的人 就讓他去講怪話 行的人 就讓他去展現實力 有了實力之後 要做什麼 那是有實力者的決定 A9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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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